Hello Peter 大家都正在放暑假 很多家長都頭痛 要找這節目給小朋友去玩 玩得最好有些教育衣味 我最近去了一個展覽 其實值得看一下 香港歷史博物館 現在有一個展覽叫奢華世代 從亞術到亞歷山大 這些是我初中讀歷史的時候 世界歷史的時候 現在的青年也不中讀歷史 那也不是 我那次跟星島有個老友蕭世禾說 蕭世禾是社長 叫做CEO 他說星島日報有舉辦變頓比賽 還有他們現在有做一些中學的 中國歷史文大比賽 他們的教育版教得不錯 那個歷史文大比賽是很受歡迎的 在學生之間 其實你不覺得不覺得 原來很多人對中國歷史都有興趣 我說這個展覽就不是中國歷史 就說明是亞術到亞歷山大 亞術其實我們可能陌生一點 很多人選擇旅行都未必去到中東這些地方 亞術其實是大約2500年前 在米索比特美亞四大文明發源地之一的地方 即是現在今天的敘利亞 伊朗 今上下那裡的地方 從那裡講起 進去的展品其實都挺有趣的 他就說明是奢侈品 奢侈品 這些奢侈品 其實全部都是大英博物館借回來的 大英博物館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們的展品都很豐富 裡面有些奢侈品的意思 例如當時的王朝 家具 例如把椅子上的扶手 椅子應該是木造 扶手的地方有些金屬的裝飾 例如有些動物的頭 也有很多長的浮雕 比較有趣的是有些金屬的 好像乳的形狀 原來用來裝一些香油的 女士裝香水的 據館長介紹的時候 他說當時 我們是參加預展的 是的 那些導賞團 他的說法就是 有些畫眉毛 其實是一樣的 現代和古代的人 都很注重自己的樣子 化妝 美容 男士 女士都一樣做 甚至小朋友也有 畫眼眉毛 更有趣的是 一隻鴕鳥蛋 鴕鳥蛋 他叫我們猜 應該變化石了 是的 不是一訂就懶 是經過處理的 他問我們 叫我們猜怎麼用 當然沒有人猜到 原來他是說 當時有熱的液體 例如水 他會放這些東西 是用來減溫的 可以嗎 是用來減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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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其實 剪片不算很多 但也挺有趣的 精品多 是的 我的印象 其實這些都是 中東那邊的文化 古文化 裡面那些藍士 就是那個形象 其實每個人都是 基本上是大狐子 大狐子 這跟我們印象裡面 很多中東人的形象 其實都配合 但是我的感覺 最深就是走到尾的時候 這個展覽叫做 亞術到了亞歷山大 最後就是在亞歷山大帝 那裡結束 我很記得 我讀書的時候 世界歷史 就讀到亞歷山大帝 就說他戰無不勝 然後他有一個 亞歷山大帝 對 有一個錢幣 用他的樣子來做出來 這次就有一個真的 有一個真的 應該是眼來的 應該是眼來的 就是在一個 真的拿出來展覽 那個就是 亞歷山大帝 這個人可以說多一點 一會兒 挺有趣的 他就是打到最後 就戰死了 在巴比倫 戰死沙場 他其實不是打仗打死了 是打完仗之後 有很大的爭拗 有人說他被人下毒毒死 是一個說法 但是更多近代的考證 就似乎是一些風刀餅 吃錯東西 然後是中毒 簡單來說是這樣的死法 記載就是他死的時候 很痛苦 但是他死了之後 其實亞歷山大 沒有一個指定的繼承人 不是說有個王子 等著繼位 沒有的 所以跟他一起打仗的人 基本上就掛分了去帝國 打到印度那麼遠 最後其實講到尾 他是32歲死 好像是20歲就開始打仗 打了那麼多年 其實是幫人打岡山 最後的東西是分給人 其中一個 他的部下 就是紀念他 做了銀幣 這個銀幣 這個銀幣有趣的地方 大家不妨去看看 阿歷山大是沒有騷子的 不像其他中東那邊的亞術 大家知道他基本上是編在歐洲那邊 就是米其頓 最近新聞也有很多 說米其頓 和希臘在爭取名字 他就從那裡打去 他的樣子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光滑 完全是沒有騷子的 原來還有一個故事 就是阿歷山大帝打仗很厲害 他就有一個軍訓 很清楚的 這個軍事命令 就是打仗之前 所有軍隊 所有士兵 都要剃蘇 打完你留給你的事 總之打仗之前就全剃掉 他就說是因為打仗的時候 不像我們現在的飛機大炮 是真的埋身打 他就說 留長蘇 有出現的情況 就是被敵人拔著你撿蘇 打架的時候拔著你撿蘇 打架的時候拔著你撿蘇 他們有同規 總之這個軍訓 就是打仗的時候 士兵是不可以留蘇 這個銅幣 不知道是不是都反映了這件事 就是他自己也沒有留蘇的 最近在電視新聞也有說 就是這個埃及的金字塔 有重大發現 有可能會揭開了這個 說這個是木乃伊的謎 可能會打開 就說在地底上 就找到一個他們的工作間 相信就是他們在那裡準備 是會爆炸這些木乃伊 找到一些很特別的油 不知道 我們這些等待 科學家 或者歷史的 慢慢揭開這些神秘的面紗 其實再早一點 我們的歷史博物館也展覽過 木乃伊 我講這個 不知道過了那麼多 不知道 不知道 還有一些拍照的 透視 看裡面是怎樣 挺有趣的 值得 如果想到有什麼節目 想到也好 其實這也應該是一個 好的介紹 學生票是五元一張 整人都是一倍 都是十元 這個展覽講到阿力山大 其實是 講他的話不多 但如果帶小朋友去看 之前他做一點點功課 都應該不錯 是 阿力山大 我對他印象比較深 除了他說要有人剃鬍子之外 他其實是一個不只是打的 他是 他是跟阿里斯多德的 阿里斯多德 阿里斯多德 阿里斯多德的父親叫做菲利 他的父親指明阿里斯多德開一間學校 不只是教一個兒子 不只是教阿里斯多德 是教其他貴族的 我們就 說話琴棋 其實都差不多 他們當時是彈的 那些叫做Liar 即是一個 煙琴 煙琴 即是樹琴的 比較小的版本 阿里斯多德有些畫像 是他一直在彈 另外他很喜歡讀書 他的故事說他睡覺 枕頭底下有兩樣東西 完全配合他的性格 一個是一把匕首 大家知道 是黃身的 這是打的 第二個就是一本書 那本書就是河馬 Homer寫的史詩 Homer最有名的 是Elliott 就是講穆瑪圖成記 阿里斯多德很喜歡看這本書 學戰術 基本上好像說 這些是野史 他一拿到這本書 一天就看完 他很喜歡看裡面 打仗 那些故事 後來有人送了一個很漂亮的珠寶盒給他 那些人就問他 你會放什麼進去 他就想都不想 就是我會放《荷馬這本》 Elliott 就是《武馬圖成記》這本書 就放進去 之後 記載就是他一路出征 打仗 去到哪裡都帶著這個盒 就是帶著這本書 去到哪裡看到哪裡 他是一個挺特別的 除了好打得之外 原來讀書也可以 很喜歡看書 讀書很重要的 譬如我們現在在香港 一年暑假搞過書節 難道真的靠大堆頭 減價 去推廣閱讀 我覺得真的得淡笑 我們回頭再說 講出書 我想先說胡蘇 阿歷山大 就是公元前三百年左右 都很炎耀 現在其實我們引申到政治人物 譬如你覺不覺 我們講過民生的政治人物 就相當少 有都基本上都是遮掌染多 最近才好像有少少突破 尤其是世界盃的時候 但是說到劉胡蘇 似乎都是政界裏面的大忌 大忌 但是我覺得 在電影裡 或者我們在圖片裡 看到林肯總統有胡子 是呀 那些是早期 他們做的統計 無論在英國和美國都是 基本上政黨的領袖 近一百年 差不多九十多年 都沒試過有人 速胡蘇做到政黨的領袖 不要說選到總統 或者是做了總理 那是比較少的 那個想法 就是大家似乎 傳統的看法 就是覺得 你滿面胡蘇 不知道要遮蓋什麼 那個樣子 似乎是 惡死能登 不太整潔 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選起來 可能比較吃虧 中教領袖 很重要 就一定是 又飽頭又流胡蘇 都是他的尊嚴 所以 是一個 不同的 是不同的 如果文化背景是這樣的 完全不同 我主要是講西方的民主選舉 所以剛才我們說 就算是亞術這個文化 他看到那些胡蘇 我再說就是流到現在 其實還是這樣的 我們說 加拿大有一個反對黨的領袖 他是泰米爾人 基本上他是流蘇 即是速蘇 那些是因為有一個很特別的文化背景 令作別論 如果沒有這樣的文化背景 其實有你選擇 留還是不留的 沒有宗教理由 如果你是從政的 基本上都是替了素作素的 嗯嗯 企理一點 是嗎 但是我再說 現在是 現在大家都喜歡 英俊英俊的 不是現在的 什麼時候都是 但是我再說 民生 過去幾年開始 但是大家觀念上 可能有些轉變 就是流蘇 似乎都開始有人說 都在討論這個問題 未必說流蘇一定不好 其中一個人 我們香港人比較少留意 他叫做Nick Timothy Nick Timothy 其實是Theresa May 即是英國首相 是一個主要的謀神 他不是自己選舉 他不是說出來選議員做什麼 而是 他是磨鳥 磨鳥 即是政治顧問等 他就流蘇的 38歲 有人覺得 雖然他不是選舉 但是他也是 政治上高度 經常都會上報的人 見報的人 都開始有所改變 當然還有New Labour的黨主席 即是領袖 Jeremy Coleman 他也是流蘇的 所以就開始想 是否英國這個比較保守 傳統的社會 都開始有些轉變 但是英國也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當然 如果你說其他種族 遞一些信仰流蘇 那些我都說了是寧作變論論 但是他本身是我們叫做西人 有得選擇 現在似乎都開始有些人 從政的都選擇流蘇 甚至最近有留意到 英國的教廷 Church of England 即是英格蘭的教廷 那個倫敦的主教 他直接出了一些指示 給他下面的神職人員 就鼓勵他們 你們多留蘇 為甚麼 就是因為你說的問題 英國是個多元社會 他覺得 留蘇之後 就比較容易跟穆斯林接觸 即溝通 似乎大家 多樣東西相似 心理距離又近些 他也說 這個主教也說 是的 我叫了一些留蘇之後 其實有些信眾 中東來的留蘇人 覺得他們親近了 容易聊天 當然 你不是那麼容易說 留了蘇 就令到信回教的人轉教 這個難一點 但是他覺得大家聊天 各方面接觸 就容易了 親切了 大家有互動好的 這個就是政治上高 美國都差不多 其實過去幾十年裏 基本上都沒有一個政治人物 我的意思是政黨領袖 是留蘇的 有人提過 試過這樣 他說 你試著閉上眼 想一個男性的政治領袖 是留蘇的 你會想到誰 想到誰 想到誰 其實比較正面一點 我一想就想到希特拉 希特拉 希特拉 他那兩位 你不可能不記得的人印象 所以 劉蘇 尤其是 像這些 上面的一個 這樣流發 可能是一個大忌 尤其是去歐洲 希特拉那個特別在中間 那樣 他會提得多一點 他本身的造型 是比較奇怪 所以 一聯想到劉蘇 你就聯想到被人刺殺 我就聯想到一個狂魔 其實那個聯想 都未必是想到我們一個 我可以選出來服務我的人 所以 基本上 大家的想法都是 看了胡蘇 會比較緊 會比較好 日本的奧馬 真理教 真理教 對 麻原張房 對 玩完了 就處缺了 他就流蘇流發 又是一個大鬍子 還有 這個就是政治上高 在英國 其實他們真的有些傳統 是不喜歡流蘇的 伊利沙伯一世 不知道你知道嗎 不知道 他曾經 納過一個稅 即是徵了一個稅 是甚麼呢 就是如果你流蘇 我不是不讓你流 你可以流 不過你多留兩個禮拜 我就要抽你稅 即是有胡蘇稅 在英國曾經有 是否基於衛生的理由 不知道衛生 還是覺得太后不喜歡 總之 所以在英國傳統裡 流蘇的確 的確是一個負面的行為 是 是 香港也有一些 雖然他不是議員 但他也是參政的 有一個叫馬文輝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這位先生 沒有啦 完全沒有 是 劉胡蘇的 劉胡蘇的 都是出自望族的 跟先師 白鳳師的家族有關 現在你如果上網找他 寫他的 WhatsApp的名字 就會寫到 他是香港港獨之父 是嗎 是呀 他又創辦 在大會堂 定期有一個 海德公園的論壇 又說他自己有個聯合國 我相信跟正式的聯合國 沒有關係 不過他就是將那樣東西 他推廣香港獨立 有馬